下面一起来看高速缓冲存储器 这是存储系统这一张最重要的一块内容 主要有两个考察的方向 一个就是宏观上把握它的性能 就是会计算跟命中率相关的一系列参数 另一个就是要理解它的一个整体的工作原理 特别是要会做这个开取与主存的地址映射 而结合这个具体的映射方式 配合上替宽算法又可以反过来求这个命中率 所以它的整个这些概念其实都是相互联系的 需要大家有一个整体的理解 那么现在就一起来复习一下每一个小的点 首先来看宏观上的这个命中率的概念 命中率它的定义是 我们要访问的那些信息已经在开始中的一个比率 那么用符号化的形式来描述一下这个定义就是 假设一个城市执行的这段时间内 访问开始的次数也就是命中的次数是NC 访问主存的次数也就是没有命中才会去访问主存 它是缺失的次数是NM 那么就可以得出总的次数就是命中的加上不命中的 而根据刚刚的定义 命中率就是访问开始的次数除以总的次数 有了这个命中率之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求一下 开始主存系统 它们两者配合起来之后的一个平均访问时间 我们一般叫做TA 是借助刚刚的这个命中率来算的 它的算法就是命中率乘上命中所需要耗费的时间 加上不命中也就是1减量命中率乘上不命中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 那么这个命中的时间好说 它就是访问开始的时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不命中的这个时间是有不同的情况的 因为我们对这个系统它的访问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这个具体的策略可能是这两种 第一种是我们每一次都是开始和主存那个访问信号同时发出去 如果开始命中了 那么我们就不用等主存了 这个是第一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命中的话就是访问开始的时间 如果没有命中的话就是单独的访问主存的时间 这里也可以写一个符号来表示一下 访问主存的时间价值的是大TM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里就直接是大TM 而如果是第二种策略 先访问开始后访问主存 那么就是先访问了一下开始 如果发现没有命中的话 再去访问主存 这样的话 命中的时候还是TC 但是如果没命中的话 它是先花了TC去发现没有命中 然后再花了TM 去访问主存的 所以没命中的时间是TC加上刚刚的大TM 这个小TM应该是这个 两种情况下的小TM具体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最后是一个定义 开始组存这个系统 它的访问效率 我们记作小E 它是用开始的访问时间 除以刚刚算出来的这个平均访问时间 记一下这个定义就可以 大致感受一下这个定义的作用 其实它就是在衡量这个体系 它所得到的这个平均访问时间 能够有多接近这个高速的存储期 开始 如果刚刚的命中率非常高 达到1的话 也就是百分之百的命中率 那么这个TA就是TC 那么这个效率就是1 如果这个命中率没有那么高 是百分之九十几八十几的话 那么这个TA肯定是大于TC的 那么这个应该是个零点几的值 所以这个是应该越接近1就越好 这是这个参数的一个含义 所以总的来说 搞清楚命中率怎么求 平均访问时间怎么求 这个不命中的时候 这个时间不同的情况 应该怎么去算 以及最后这个效率怎么求就可以 接下来看要考察的第二块内容 关于开始与主存 它们具体的一个工作细节 先看映射方式 映射方式 首先明确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的 开始是一个小容量的存储器 而主存是一个大容量的存储器 那么想要把主存当中的一些数据块 放到开始里面的时候 就会存在 要把它放到哪里的问题 那么具体的做法 就是这里的三种映射方式 我们可以每一块拿过来的时候 只要看哪里有空就随便放 这是全相连 而某一块只能根据它的地址的中间的某些字段 固定的放到某一个位置 这是直接映射 最后一种是结合前两种的特点 某一块根据某些字段 它能放到这个开始当中的某几块 但是这几块不固定是哪块 这是左相连 这就解决了怎么放的问题 而还有一个问题是 这样放进来的话 由于这个的数量比这个要多 那么就有可能存在 这边不管按照哪种映射方式 都有可能有多块 它可能要放到这边小容量的同一块的问题 那怎么区分 这个时候放在这块的 是从上面来的 还是从下面来的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把 主存地址的高位 也就是这个地方 那刚刚圈这个位置不合适啊 这个位 这个里面存的是一个数据 它的地址是一个指向 这个位置的一串二进制编码 这个才是地址 里面的是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要的是 把地址的高位的这一段 给它也存到 这个cash当中去 也就是说 cash还有一块地方 是用来存这些标记项的 对应它存的那块数据 它要存一个标记项 这个标记项 是主存地址当中的一个字段 而这个地址所指向的 主存单元当中的那个数据 是对应的 存放到cash当中的这个数据块里面 这个是要存放的一个标记项 那么除了要存放这样一个标记项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标记位 比如说有效位 这个是肯定要有的 它是默认是一位 也是存在这个标记项里面 跟刚刚的这个字块标记存在一起 而且之后涉及到替换策略和写策略 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辅助的标记位 也是同样存放在这个标记项的这一块区间里面 它跟开始的数据块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开始的数据的快数就等于这个标记项的项数 它跟这个印射方式是没有关系的 每一个开始的数据块都有这样的一个标记项 或者有的地方叫做开始的行 那么每一行都有这样的一个标记项 这是一个整体的认识 比较容易搞混的就是有的同学会认为 是把它的这个地址存到这个开始数据块当中 这个是不对的 它存的是这个地址指向的那个主存当中的那个数据块 而这个地址本身只是取它的一个字段 存到这个数据块相应的那个标记项里面 存这个字段的原因是为了记录一下这个数据块是从 主存的哪个位置掉进来的 地址和数据本身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有了这个整体的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这三种印射方式怎么来拆分这个主存的地址 注意我们现在是在分析地址 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的是指向这些数据块的 这些0101的编号而不是数据块里面的东西 我们分析的是它的这个编号怎么来处理 怎么根据这个编号来决定这块数据应该放到开始的哪里 那现在我们把痕迹清一下来看三种印射方式 当然这里只给出了其中两种 第三种我们待会口述一下 首先是直接印射方式 这是它的印射关系的一个公式的表述 我们先不用看这个 先看它的地址结构 它是把一个 主存地址 注意这个是主存地址 它是一个零合一组成的串 把这个串拆分成字块内地址 开始字块地址 和主存字块标记三个字段 每一个字段都有自己的长度 一般来说 屏幕是先会告诉我们这个主存地址的长度 告诉我们的方式是 给出主存地址空间的大小 比如说随便写一个 告诉我们主存地址空间的大小是2k个字节 除了这个大小之外 还要说按字节编制 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它的地址位数是多少 那按字节编制的话 就是每一个字节有一个编号 总共需要2k个编号 2k是2的11次方 所以这个主存地址是11位 然后会告诉我们一个开始的块大小 比如说32个字节 同样因为按字节编制 所以要给32个字节编号的话 需要5个二进制位 那么这个字块内地址就是5位 然后还会告诉我们开始的总的快数 比如说是8块 或者说是8行和快是一个意思 那么8块 8个编号需要3个二进制位 所以这个就是3位 那么剩下的主存字块标记 就是用总长度减掉这两个 它就是3位 是这样倒着来计算这个主存字块标记的 这是它们长度的计算 接下来解释一下每一段它的作用 我们从低往高来 最低的字块内地址 是用来指出某一个字节的数据 就是一个比特 一个大币的数据 它在字块内的哪个位置 这个字块内总共有32个位置 具体在哪个位置 这是它的作用 那这样的32个字节 作为一个块 就是我们刚刚画出的主存当中的 这样的一行就叫做一个块 它里面有这样的32个字节 具体要访问哪个字节是由这个字块内地址给出 所以当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字块内的某一个字节 而是关心这一整个块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不看后面这几位地址 而只看高的这六位地址 那么这六位叫做 主存快号 这六位叫做主存快号 它是这一每32个字节都有一个编号 叫做主存快号 那么可以看到在直接映射方式下 这个主存快号还分成两段 一段叫做主存字块标记 一段叫做开始字块地址 这个开始字块地址的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完成这个直接映射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配置是开始是八块 那么这个八块的开始当中 我们可以给每一块给它一个编号 从零到七 总共是八个编号 那么刚好这个主存 这个地址当中的中间这个字段 三位 这三位可以构成八个不同的编号 所以这个字段是用来决定 它所在的那一个主存快 应该放到开始的哪里 比如说这里的字段是011的时候 它表示实境至的3 那么它就是指它所对应的这个主存快 应该放到开始的3号这个快 这个就是这段地址的作用 那么最后的这段主存字块标记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因为这个主存块当中 只要中间这段是011的 那么可以有很多块 都可以放到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现在放在这个位置的是 前面的这个011 还是后面的这个011呢 就是依靠前面的这个高位的这个标记 这个标记是肯定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把这个块存过来之后 还会在这个开启当中开辟一段区间 用来存一下这个标记 也就是三位 比如说是100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100这三个数字 存在这个地方 它是对应3号这个块的 这就是每一个字段的作用 所以如果涉及到映射方式的问题 我们的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做法就是 把题目当中实境至的描述 全部转化成二境至 比如说它给出的主存地址可能是这样的 它叫做129号主存单元 这里的129 它指的是一个主存地址 只不过它是用实境至的形式来写出的 那么实境至的形式 我们是没办法做这个地址段的拆分的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先把129给它写成二境至 然后二境至应该是一个11位的二境至 如果不够的话 高位补零把它补成11位 在这11位的二境至当中 拆出高三位中间三位和低的五位 其中高三位就是我们要的主存字块标记 中间的就是开始字块地址 决定这个块要放到开始的第几行 然后字块内地址 就是告诉我们 现在要访问的这个主存地址 它里面存放的那个字节的数据 具体是这整个块当中的哪个字节 这是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做法 不过也有的同学不喜欢转成二境至来做 喜欢用实境至 也有实境至的做法 用的就是上面这个定义 这个如果觉得会乱的话 就保持之前的二境至的做法就行 如果觉得自己不会乱的话 再继续往下听实境至的做法 它的一个原理先说一下是这样的 二境至的这种字段的拆分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除法 比如说我们拆分出 低五位的这个做法 对应到实境至 其实就相当于用这个实境至数 129 除以这个低五位的这个单位 它是32个字节 得到的余数 余数 余数就是这里的第五位 你把它这个算出来转化成二境至 来跟直接转成二境至拆分出的地止段的 这个第五位 比一比 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而这个除法除了有余数 还有一个商 这个商就对应这边的高的这六位 同样你可以先用二境至把这个字段拆分好 然后再用这个除法 除出来得到的那个商 把那个商转化成二境至 跟刚刚直接转成二境至 拆分出的这个字段 做一下比较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既然现在得到了一个商 这个商是前面这段 前面这段是不是想再做一次拆分 拆出高三位和第三位 那么在实境之下的做法 就是这个商除以这个单位 二的三次方是八 那么除以八 同样有一个余数 有一个商 余数就是这里的第三位 商就是这里的高三位 这就是实境之的做法 本质上都是在做出法 并且这也是这个定义的由来 跟我们刚刚说的是一致的 这个J它是一个快号 快号其实就是刚刚我们129除以32 得到的这个商 不好意思这个看错了 这个不是刚刚的那个商 这个才是那个商 因为这个是主存快号 而我们要得出的是开始的快号 开始的快号是这个 也就是说应该是用这个主存快号 也就是刚刚的这个商 除以这里的二的三次方 是八 除以这个八 得到的商是主存自快标记 得到的余数是我们的开始的快号 所以这个开始的快号是等于 主存的快号除以开始的总快数 得到的那个余数 低的字段是余数 高的字段是商 这个是实境制形式下的一个表述 那么这就是直接映射方式 这个理解了之后 组相连也比较好理解 我们把痕迹清一下来看组相连 那么组相连它的一个地址结构 跟直接映射这个结构是类似的 只不过中间这个字段改成了叫做组地址 那么根据刚刚的定义 中间这个开始字块地址决定了 这一个数据块应该放到开始的哪一块 现在叫做组地址 那么它就是决定了 这个块应该放到开始的哪一组 就比如说刚刚的八块 现在变成了四组 那么原来是需要八个变号 现在只需要四个变号 是不是这个地址就可以少一位 原来是三位 现在就只需要两位 那么相应的这个组存字块标记 就会比原来多一位 原来是三位 现在就需要四位 因为对于同一个机器来说 它的这个总的组存的地址长度是固定的 那么中间的字段 一个字段多了 另一个字段就会少 那么这里的计算方法就不再重复了 跟刚刚是一样的 只不过换了一个概念 原来是块 现在是组 最后整体 看一下这两种方式 它们对应的一个映射图 这就是直接映射和左相连映射 所对应的一个好看一点的映射图 直接映射的一个特点就是 某一个块 它应该放到开始哪里 是已经确定好的 是由它的 这个某一块的 这个地址编号的中间这个字段 一一对应到开始的一个块的 而左相连映射 它是由这个数据块 所对应的这个地址当中的一个字段 来决定它放到哪个组 而决定好在哪个组之后 它在这个组里面是随意放的 当然看完替换策略之后 可能会觉得不那么随意 不过在介绍映射策略这边 都是这么来表述的 就是它放到哪个块 并不是直接由这个地址的这个段决定的 而是要根据其他的一些信息来确定 比如说替换策略给出的一些规定 而书上除了这两种映射方式 还有一种叫做全相连 可以理解成它是组三连的一种特殊情况 它就是把整个块系取成一个组 那么取成一个组的话 就是每个块都是算都不用算 直接映射到这个组 而在这个组当中 它具体是放在哪里 我们从这个地址字段是看不出来的 这就是全相连映射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组地址了 因为总共就一个组 都不需要一个标号来告诉我们应该放到哪里 那么它的一个地址结构就是这一整段 都是组存字块标记 也就相当于是组存快号 就是组存字块标记 这是全相连映射 总的来说 映射方式这块就是熟练地掌握 每一种映射方式 这个组存地址的字段拆分的这个结构 以及能够熟练地计算出来每一个字段它的长度 然后算出来这些字段之后 知道它们什么含义 就可以 接下来继续往后 看替换策略 也就是考虑 当某一个块 它要放进来的时候 发现这里已经放过其他块了 因为其他块也是可以放过来的 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替换策略 对于直接映射来说 那么没有办法 因为它们两个都只能放在这里 其他地方空着 它也不能去 所以直接替换出去就好了 不涉及到替换策略的问题 而组相连就有这个问题 因为某一个块 它只是放到这个组 没有规定 它必须放到这里 还是这里 所以 当这两个位置都有人的时候 就要思考一下 应该把哪个替换出去 比较科学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策略 就像刚刚所说的 直接映射是不需要考虑的 因为只能替换 而全相连和组相连 是可以考虑替换策略的 需要考虑替换策略的情况 是它的目标的那个空间 比如说这个组都被占满的情况 那么全相连就是 整个开始都被占满的时候 应该替换哪一块 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有四种策略 可以选择 随机替换掉其中一块 那么既然是随机的 它是不符合局部性原理的 因为有可能随机随到的那一块 可能下一次又要访问了 那么你又要把它调进来 这样的话就不符合局部性原理的要求 简单回顾一下局部性原理 局部性原理说的就是 开始是个小容量的 主存是个大容量的 但是主存当中 只有一小部分地方是活跃的 那么我们使用开始的一个价值就在于 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的活跃的地方放到开始当中 这样的话 CPU主要就是跟开始交流就可以 那所以像刚刚这样 如果一个新的新活跃的块掉进来的时候 把一个待会还要用到的块掉出去的话 那么待会用到的时候又要重新掉进来 这样的话就很不科学 这就是不符合局部性原理 那么随机的这个策略是不太好考察的 所以了解一下有这种策略就好 比较常考的是中间两种 先进先出和近期最少使用 先进先出就是谁最早掉进来 谁就最早被掉出去 那么数据结构当中可以用一个对列来实现 它也是不符合局部性原理的 比如说像刚刚的一个组里面可以有两个块 这个块这两个块都占满了 但是某个程序某个循环程序它总共有三个块的数据 那么如果用先进先出的话 先读了这块然后再读了这块 然后接下来要把第三块掉进去 现在里面是两块装满了 按照先进先出的话 应该是把前面这块 也就是上面这块给它掉出去 因为先掉了它嘛 它掉出去之后这块站过来 那么这块结束之后下一个因为是它 它是一个循环程序 所以又要刚刚掉出去的那块 又要去访问它 那所以它刚出去又得回来 这个就是不符合局部性原理 局部性原理要求应该是 如果它待会就要用到的话 应该不把它掉出去 所以这个替换策略是不那么科学的 对于这个替换策略一方面 一方面就是要知道它刚刚的这个特点 另一个就是当题目给出一个访问的序列的时候 我们要会分析整个掉这个块的过程 这个大家注意看题就不在这里演示了 后面一个是近期最少使用 也是同样的 要知道要会手动模拟这个掉块的过程 它是依据局部性原理来设计的 主要是考虑有的块很久没有被使用了 那么感觉上应该是这个块最近已经不活跃了 所以就把那个块掉出去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拿到一个序列 能够手动模拟这个掉块的过程 最后是一个最不经常使用 同样也是考虑局部性原理 但是跟这个近期最少使用 考虑的是不同的方面 近期最少使用 考虑的是最近用的少 而最不经常使用 考虑的是一个全局的概念 它是被访问的次数最少 所以就要有一个东西 来累加一下每一个块被访问的次数 替换的时候 是把访问的次数最少的那一块 给它替换出去 后面这两个很像 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 常用的是前面这个 近期最少使用 这就是替换策略 最后来看一下写策略 那么写策略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开始当中是组存里面比较活跃的部分 把这些活跃的部分放到开始当中的主要目的 是让它们能够高速的跟CPU进行交流 但是实际上要用来存这些数据的地方是组存 所以我们一般把存在开始当中的这部分活跃的数据 叫做组存的一个副本 而这个副本在跟CPU交流的过程当中 它是会被修改的 也就是会有写的问题 那副本修改了之后 这个母本也应该做相应的修改 这个修改就叫做一致性维护 而CPU写开始是比较快的 写主存是比较慢的 这就涉及到不同的写策略的问题 有两种策略 全写法也叫做写直通法 它是每次修改都是同时修改开始和组存 这样每次修改都会比较慢 但是能够很好地保持这个副本 跟母本它们的数据的一致性 另一种叫做写回法 它就是觉得同时写 因为要访问组存 这个过程太慢了 那么我就每次只写到开始 并且写到开始的时候 要在相应的这一行的那个标记项里面 做一个标志位来记录一下 我是改过这一行的数据了 这样根据前面的替换策略 总有一段时间 这个数据可能就不那么活跃了 那么它就会被调回 在这个调回的时候 我们来查一下这个标记位 如果这个标记位告诉我们 这块副本是改过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副本 给它写到组存当中 如果这个标记位告诉我们 这个副本是没有改过的 那么我们不用写回这个过程 而是直接要掉进来的数据 直接覆盖掉这个块就可以 因为本身这个块如果没有改过的话 它在组存当中也是有相应的内容的 所以没有必要把它再写一遍 直接覆盖就可以 这就是两种写策略 主要是能够理解这两种写策略 它们的写的一个过程 以及要知道写回法 是需要设置相应的标记位在标记项当中 这个标记位叫做脏位 这个叫做脏位 那么它是一个二进制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考点 涉及到的一些题目的类型 这是16年的第15题 给出了一个C语言的程序 让我们算开始的缺失率 缺失率就是1减掉命中率 那么它的一个计算方法 如果用访问的次数来算的话 就是缺失的次数除以访问的总次数 那么大家暂停自己做一下 那么现在一起简单的分析一下 像刚刚所说的 我们的思路就是找到访问的总次数 以及命中的次数 或者不命中的次数 那么怎么找到这些次数呢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程序段 哪些地方需要访问 那这里是只考虑访问数组A 所以我们聚焦到这一个复值的语句 因为只有这个语句涉及到访问数组A 并且注意到这是一个循环程序 这意味着我们并不需要 直接分析完访问1000次 也就是说循环1000次它的情况 而可以在循环当中找规律 那先看一下这个单据的访问的情况 这个复值语句的看法是先看右边 后看左边 先看右边 右边是一个数字 这个不需要返存 然后是一个数组元素 这个是需要返存的 需要返存把它读出来 那这个读出来之后 接下来是做一个加法 这个是使用ALU进行运算 这个不需要返存 那么计算好这整个数字之后 通过这个等号是需要返存的 因为这个等号的含义是 把右边这个东西复值到左边 那么也就相当于是把这个数 存到这个地方去 所以这也是一次返存 这个是写 所以一个复值语句是有两次返存的 而且访问的是同一个地址 第一次是把这个地址的内容读出来 第二次是把这个地址的内容写上 写进去 就是把新算出来的这个数值 数值写到这个地址当中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这个语句每执行一次 是仿存两次 那进一步的我们再循环一下 就可以得到仿存的总次数 有了总次数之后 要算缺失率 还要知道命中的次数 或者不命中的次数 那这就要分析数据块的情况了 一个这个数组元素 它占四个字节 而一个开始块 它是16个字节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开始块 可以放四个这样的数组元素 那么这里采用直接映射 就不涉及到替换算法的问题 并且它这个循环是 依次往后访问的 它不会涉及到访问完一段之后 又回过头来 可能用前面的数据的情况 所以每一个块只要掉入一次 然后连续被访问之后 即使后门被替换 也不影响这个缺失率的计算 所以我们只要分析完一个块 基本上结论就出来了 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在访问第一个元素 A0那么因为是刚开始访问 所以A0所在的那个块肯定还没有掉进来 所以第一次去读这个A0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命中的 那没有命中的话 会顺便把这个A0所在的一整个块 也就是A0到A1 A2 A3一起掉进来 这个块掉进来了之后 下一次去访问就是去写这个A0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命中了 而再接下来访问A1的时候 去读A1的时候 它已经在这个块已经掉进来了 所以A1是命中的 那么既然第一次读的时候都命中了 第二次要去问写这个A1的时候 它也是命中的 所以之后的A2 A3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就是每访问八次命中七次 那这里要算的缺失率 就是每访问八次 只缺失了最后最开始的这个读的这一次 所以这个缺失率就是八分之一 选择C 这里答案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我们来看其他类型的一些题 这个是数据开始的总容量的计算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总容量是包括了我们刚刚所说的 从主存当中掉过来的这些数据块 以及对于每一个数据块 还有一个标记项 这个也是要存在开始当中的 那么这个标记项怎么算 书上写的比较清楚了 大家如果忘记的话 可以再复习一下 暂停做一下这道题 然后我们直接给出答案 总的来说 数据这边是比较好算的 它是存放了4K个字 每个字是32尾 那就是4K乘32的数据量 接下来是每一条 这个开始块都是要有一个标记项的 这个标记项的内容 包括我们进行这个 储存地址的拆分之后的 这个储存字块标记 以及默认要有的一个有效位 以及当采用回写法的时候 要有的一个一致性维护位 那么字段划分了之后 就知道这个储存字块标记是18位 然后有效位1位 一致性维护位1位 所以总共是20位 而这样的20位一条的标记项 是每一个开许块都要有的 那么总共有多少个开许块呢 可以用这个总的数据的容量 除以每一块的容量 来求出这个开许块 那么4K除以4 总共就是1K个 那么是2的十字方个 这里十字方格是乱了 总共有2的十字方个 这样的标记项 每一个标记项都是20位 那么总共要存20K个二进之位 而数据的这部分 再加上标记的这部分 加起来才是开始的总容量 其中数据的这部分 叫做开始的数据区的容量 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标记项的项数 它只跟开始的行数有关 不管它用什么映射方式 都是只跟这个行数有关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来再看两道题 这是直接考察映射方式的一种提醒 就是告诉我们开始的一些配置 然后告诉我们映射方式 最后给出一个储存地址 当然这里给的是十进制的形式 根据刚刚的建议 可以写成二进制 然后直接进行地址结构的划分 把相应的字段拿出来 转化成十进制 就是这题的选项 大家可以暂停做一下 那么这个比较直观 我们就不一起做了 直接给出答案 这个答案是用十进制的形式来做的 建议大家十进制形式不熟的话 直接用二进制形式 这个转一下二进制还是挺快的 我们就不多解释 接下来看最后一种提醒 就是第三章的大体 常考的一种东西 第三章是可以单独出一个大体的 主要就是出在既有开始 又有虚拟存储器 并且有快表TLB的这种系统之下 它的一个整体的仿存过程 这个大家注意 把课后的那几道真题 特别是开始的 最后开始那个小结的真题 以及虚拟存储器 那个小结的真题 它们的大体给它结合起来 把这个整个仿存过程理解清楚 这就是开始这个考点 要总结的内容 这就是这种仿存储器